建安大樓如雨後春筍 近年科技新貴帶動當地房市 尤其台積電落腳處 房價都扎扎實實漲一波 市場還盛傳 工程師們出現揪團買房行動 傳出工程師們揪團買房 不是為了追價或要求讓利 而是想要以量取勝 換得買房權 也怕未來房價變更高 因為觀察台積電所在廠區 近三年週邊房價 新竹縣市漲幅六成以上 南科所在的善化 新市等區價格也急速成長 其中臺南安定 高雄南紫 以及苗栗竹南鎮三區 漲幅都超過七成 甚至近一年也上看兩成 南科這樣子的購物族群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他的房價自然會推升的相當有感 隨著科技業發展難移 臺灣房產不再像過去聚焦雙北 在地的剛性需求是吸引開發商 關鍵 推案跟著台積電走 也成為險學 三立新聞 彭志華 李夢山 台北報導 中文字幕 李宗盛